我是梨花,一个终定要成为女神的女人 大家好,我是方世玉 哇,没想到我又来了 上期给大家讲了第一部 岳母爱上我老妈 今天继续我的故事 给大家讲讲第二部 方世玉二,谁与正风 就了老爸之后 我认了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为干爹 和老婆一起去红花会做事 来到红花会 大家一一跟总舵主汇报今年的生活 好威风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坐到这个位置啊 这时一个老婆婆抱着婴儿 让总舵主给刺名 趁总舵主不注意的时候刺杀他 然后来了一个无眉心人 一下子把老婆婆打死 面目凶狠,来者不善 这个无眉心人 长得就跟一颗鲁蛋似的 就叫他鲁蛋吧 鲁蛋是前任总舵主的儿子 他爹死了,没有床位给他 所以他怀恨在心 大家都在怀疑 这个老婆婆是鲁蛋派来的 他不承认 各位,要是让我查到 谁是暗算总舵主的主 我一定起手杀了他 这时他儿子出来 才证明是他放老婆婆进来的 为了不牵扯自己 他想把自己儿子打死 我忍不了出手相救 还羞辱了鲁蛋这种渣渣 干爹很生气 说我不分大小 让大叔念帮规给我听 一直到晚 鲁蛋过来找茬 妈的老子早就不爽了 跟他打了一下 干爹来了 鲁蛋走了 面对干爹我很不服气 让我自己没做错 干爹很生气的走了 大叔跟我说 我一点都不懂干爹的良苦用心 只有独了帮规的人 才能做总舵主 所有人都看不起我 连我老婆也是 我就要留下来证明我自己 总有一天 我要凭自己的本事 坐上这个位置 这天总舵主派人去抢锦河 我被选中 很开心 我们来到一条河边 左边一群扶桑人 右边一个妹子 锦河就在扶桑人手里 眼看妹子就要遇到危险 我跑去提醒妹子 别的兄弟去抢锦河 妹子被人点了穴 特殊部位 我又不能帮妹子解穴 只能带着他打动 打来打去 累死我了 就在我差一点 感冒入了的时候 老妈来了 假扮成 上本五十了 有救了 不过老妈被人识破 没能拿到锦河 我帮妹子解开穴道 走了 后来干爹让我追一个女孩 梁广总督的女儿 花子 追到她 就能拿到锦河 我是一个有老婆的人 怎么能背叛我老婆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鲁蛋又来了 好 为了证明我自己 我要执行这个任务 我俩打赌 我成功了 鲁蛋替我擦鞋子 我失败了 自费武功 一言其出 我让老妈帮我追花子 我们来到花子拜神的庙 求偶遇 谁知道花子一转头 就是我上次救的那个妹子 我汗如雨下秒松 不过花子好像对我蛮有好感的 说只要我赢了比武招亲 就可以娶她 我说我要紧和 她一口答应 比武这天 我带着一群人 熊啾啾气昂昂 打败一众草包柿子 差一点成功了 老婆女伴男装来了 她很伤心 很难过 老婆 一切以大局为重啊 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啊 可是现在这些我不能跟你说 最后 老妈跟老婆下跪 老婆才成全了我们 成全当晚 我根本不爱花子 她很伤心 把井壳扔给我 跑了出去 我赶紧喊老妈和老婆 一块逃走 谁知道被发现了 差点给大炮轰 紧要关头 花子已死 威胁她爹 她爹很生气 跟女儿恩断一绝 放了我们 花子跟我们告别 一个人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渣男 好像又让一个女孩伤心了 第二天 我们仨带着井壳 回红花会 遇到鲁丹派人抢井壳 我们三个人 兵分三路 引开他们 我回到红花会 所有人都在等我 拿着井壳跪来 我直接把井壳烧了 因为里面说 我干爹和乾隆是兄弟 烧了他是为了保护干爹 但是我烧井壳这件事 被鲁丹抓住把柄 他一口咬定我输了 不得已 干爹废了我的武功 其实井壳没有被伤 我把井壳交给大叔 让他交给总舵主 鲁丹派人来杀我 大叔被杀 井壳被抢 老妈被他抓住 我被人救到了一个山洞 后来干爹的心腹告诉我 干爹被鲁丹抓了 红花会现在被鲁丹控制 干爹并没有废我武功 我恢复之后 去红花会救我老妈 为了救我妈 我拼尽全力 都不会放弃 最终终于把鲁丹干掉 这次我决定退出江湖了 带着老婆和花子回家咯